高雄市在13日新增3527例確診個案 市長陳其邁在防疫記者會中邀請醫師代表們 共同呼籲民眾來落實輕重症分流 輕症由基層診所通力合作 中重症病患由醫院照護 共同來照顧好市民朋友健康 簡單講我們就是在我們的 一般的流感或者是呼吸到疾病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就是去診所 那其實COVID-19現在已經社區化流感化 所以就是應該把它當成流感來治療 所以真的每天我都會說 要快去注疫苗 這不通好處 你不通過這個 說阿樂一定會對 這個世界不會很重要 你出在外面有特定有科研 你早上有事嗎 或是小孩去學校也會對 也有科研 回到外面說阿嬤這樣 這個要怎樣 所以我們的健康我們要做得好 我們自己也要有健康 把我們來處理過 所以一定要去注意 高雄市目前有500間醫療院所 加入高雄市居家快篩陽性 民眾照顧計畫 期盼達到早期診斷 早期給藥 預防重症的效果 陳其邁特別感謝這些專家們 在專家會議中 因應高雄疫情做最好的準備 同時感謝醫護人員的辛勞付出 我想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能力 來確保我們的醫療的量能 但是真的要非常感謝我們所有 我們的基層的所有的醫護人員 還有所有的防疫的人員 這樣辛苦的一個投入 我想相對來講我們高雄的疫情 還在這個逐漸逐漸的 這個跟其他專家比較逐漸的一個升溫 所以我想我們在未來的 醫療的量能之後 我們也會做一些調整 來確保在每一個 醫療量能充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醫護人員也能夠 受到最好的一個照顧 陳其邁最後人強調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尤其是長輩尚未接種第三劑疫苗者 因進數接種以避免感染後 提高重症或死亡風險